四马闯关由进入本竞赛单元的四名选手分别答题闯关 每人闯关五题 答对加分并可继续闯关 答错扣分并终止闯关 积分方法为全体选手答题错误的总分是闯关者加分值 全体选手答题正确的总分是闯关者扣分值 随着闯关题难度的递增将分别乘以一到五倍 每位选手在闯关过程中遇到不确定答案时 将有一次求助权 在使用本次求助权后 可在任何一关放弃闯关 本竞赛单元最终得分最高的两名选手 将晋级下一竞赛单元 来 又请主考官 中国的古代文人雅是有四亿 你们都知道了 琴 琴 书画 今天是艺术会 所以我们考题 我相信跟我刚才讲的四亿 有着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联系 这一关是闯关题 你们都知道闯关的得分和十分的规则 所以每位选手都要珍惜每一次闯关的机会 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的是 在这个闯关的环节 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次求助的机会 我们在大屏幕上会投放到现在为止 积分前十位的选手供你们参考 所以每位选手都要珍惜每一次闯关的机会 现在由分数第一位的喜德这边开始 第一关闯不闯 闯 请看 这是一种汉族传统手工技艺 制作人多挑着担子 一头是加热用的炉具 另一头是材料和工具 做成的造型有人物 动物 花草等 可以玩 也可以吃 这种手工技艺是 A 画躺话 B 吹躺人 C 捏泥人 D 捏面人 请答题 A 正确答案是 吹躺人 我们来看一下场上 其他选手答题的情况 答题人数62 扣62分 我其实也想替喜德复一下盘 就刚才那个题为什么会出错 其实方向是对的 A和B两个选项都有道理 但问题就在于你没看图 那个图是立体的 立体的肯定是就是直接那样 图是图不出来的 话谈话就在一个板上图 然后拿一棍一条 但是那个图片是 立体是拿管子吹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就下次 要把那个图再仔细看看 真的是挺可惜 接下来 别客 第一关 床不床 床 来 我们听一段音乐 请看题 中国有许多方言演唱的歌曲 体现了一方水土的文化 请问刚刚播放的这首歌 是用哪种方言演唱的 A 东北话 B 天津话 C 米南话 D 四川话 对中国的方言了解吗 没有 不了解 我已经在提示你了 所以你的答案是 C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C 你是听过这首歌吗 好像昨天听过 昨天听过 我的天哪 有如天助 掌声鼓励一下别客 好 我们看一下场上 其他选手答题的情况 好 还有一部分选手回答错误 答错误人数31加31分 好 别客现在的分数是264分 第二关 床不床 床 请看题 这是一种织布时 牵引尾线的工具 两头紧 中间粗 形状像枣糊 这是 A 梭子 B 腱子 C 夹子 D 棍子 思考一下 请答题 求助 求助 可以吗 好 我们提供场上答题 成绩排列前十位的选手 供应参考 也可以自告奋用 马 什么 马 梅 马青梅丹 你选马青梅丹是吧 对 马青梅丹 你的答案是 A A 好 要采取他的答案还是 听从自己的答案 我看他的眼神 我相信他 我们来看一下 正确的答案 正确的答案 好 我们也恭喜马青梅丹 你如果下来参加四马闯关的时候 你有机会向我们的导师求助 好不好 恭喜你 好 谢谢 我刚才说到这个梭子 是我们中国的劳动妇女 是必要做的一件事情 她要拿那个来织布 以前我们穿从麻到布 它有一个过程 所以要穿到衣服 怎么形成 就是仿成线 然后再把那个线弄到梭子里边 再把它织成布 它就像一个机器一样的 坐到这里边 这个梭子从布里边穿过来 拿过来后手要这么一下 再过去 再这么一下 把那个往前一推 这就紧了吧 布就给它紧张 就这么出来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场上其他选手答题的情况 这么多答错 45位答错 得分 90分 现在别克是354分 目前处在第一位 处在第二位的卢启德 处在第三位的王婉清 处在第四位的麦勒龙 第三关 不处 不处 你只有354分 我给你分析一下情况 你跟卢启德的第二位 相差113分 如果说我们其他的选手 闯第二关第三关的话 很可能一关 就会超过你们 别克我再最后问你一下 你现在是354分 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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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先知十三弦 戏将忧恨传 这一诗句描写的是中国的哪种传统乐器 A 编中 B 鼓针 C 排销 D 手鼓 请答题 B 第二个 好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B 好 我们看一下场上其他的选手答题的情况 哇 好多答错 答错人数44加44分 现在婉琴的分数247分已经来到了第二位了 第二关闯不闯 闯 闯 好 中国的剪纸作品都蕴含着深刻的寓意 请问以下剪纸作品适合送给什么人 A 儿童 B 情人 C 老人 D 子女 仔细看一下这个剪纸作品 请答题 C C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C 好 我们看一下场上其他选手答题的情况 啊 这么多答错 答错人数56乘2加112分 现在婉琴已经来到了第一位了 第三关 闯不闯 我想问一下我的老师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选手是闯到第三关的 所以我们没有样题 不知道他的难易程度 但是就目前的排名来看 假如说第四名选手得分比他高 那么王婉琴也已经进入了二强 所以我的意见是不闯了 老师啊 不可谓是老师 老蒙深算啊 因为最后一位不管他答题什么情况 婉琴是稳静 双雄争霸了 好 老师是这么建议的 婉琴 可以看一下第三关题吗 我不闯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听一段音乐 您知道答案吗 不知道 所以庆幸没闯是吧 好 掌声给一下婉琴 这首歌的答案是D 小河糖水 接下来麦乐龙 你必须闯 因为你现在的分数处在最后一位 必须 必须的 对吗 对 必须的 来 请准备 我们播放一段音乐 我们来看第一关题 这是中国云南少数民族特有的一种乐器 流传于歹族地区 其英色独特 柔美典雅 外观古朴 简单易学 这种乐器是 A 葫芦丝 B 陶笛 C 索纳 D 空猴 首先我想问 听过吗 这就是我们手机的踩声吧 踩铃啊 手机啊 踩铃 所以你知道是什么乐器演奏出来的吗 应该知道 你确定好 你的选择是 A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A 你看生活处处又给你一些线索 我们来看一下场上其他选手的答题情况 好 也有一些选手回答错误 29位加29分 你现在的分数是225分 离你最近的这一位呢 是别克 别克的分数354分 只差129 肯定要闯 因为不闯 也是这个排名 闯 希望排名还有可能靠前 对不对 第二关 请看题 听一下音乐 他特别喜欢 好 这是一首著名的中国民歌 西方歌剧《图兰多》中层引用了这段旋律 下列选项中哪一个是这首名歌 A 长城长 B 南泥湾 C 余光曲 D 茉莉花 请答题 1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D 好 场上其他选手答题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 哎呀 还有一些选手回答错 30位错 那么得分60分 285分 那么现在差别是69分 这一关如果你过了 立刻就翻盘 肯定闯对吗 闯 请看题 中国人常用高山流水一词来比喻知音难觅 或者乐曲高妙 这个典故来源于伯雅与中子期这对知音之间的友情 请问中子期善听伯雅善于弹奏的事 A 琵琶 B 鼓征 C 鼓琴 D 钢琴 请答题 九珠吧 这是排列前十位的选手的名单 另外你也可以在这之外选择选手给您提供帮助 选择他吧 他是第一个举手的应该是 好 裴氏金雪 我的答案是那个 鼓琴 听他的还是另外做选择 那就相信他的 那相信他 选择C 我们来看一下答案是 C 好 黑市金雪 如果你有机会到场下参加四马闯关的话 你也获得了一次机会 请教我们的老师 谢谢老师 我们来看一下场上其他选手答题的情况 哇 这么多答错 第三轮得分156分 现在麦勒龙你从最后一位已经跃升到了第一位441分 别客气没有一点懊悔 有点懊悔是吧 但没关系 凭你的实力 有机会再下来 麦勒龙 现在还有两关等着你 闯还是不闯 这样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现场 小区 麦勒龙表现得非常好 连闯三关 他现在的分数是441分 处在第一位 我觉得还是别闯了 因为你已经用了这个求助机会了 而且你的分数已经是第一名了 我觉得没有必要再闯了 谢谢小区 麦勒龙看到我 三 二 一 你的决定是 我觉得阿区跟现场的朋友们都说不闯 那就不闯了吧 好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司马闯关的排名情况 排在第一的是麦勒龙441分 恭喜 排在第二的是王婉琴359分 排在第三的是别客354分 排在第四的是卢喜德241分 好的 那我们也谢谢别客和谢谢卢喜德 谢谢你们的精彩表现 谢谢你们